但是你别以为就曾就跟习皮给曾会赢 别这么看战友们 他们都是共产党 就你看出主要为最牛的人曾如此之楼 是跟一帮流氓土匪在一起 他怎么能赢呢 他赢了中国又好吗 你想想习一个自己批的绝美文件 玩活着自焚坟墓的坟成为全党效法 第一知道戴永哥远在伦敦 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救中国吗 你觉得共产党能拿着炮打台湾 能挑战美国吗 这不扯蛋的事情吗 他能玩量子科技 他能玩数字货币 他能玩数字通讯 美国已经对中共下了死命令 高科技不仅是芯片 最重要是通讯 很快共产党的通讯一切是全部崩塌 中国的飞机都飞不起来 天上的星星像流水一样掉下来 中国的火车多次会出轨 这就是科技脱钩的结果 然后中国的银行一个一个的塌下来 然后中国的企业在世界上被人家完全是群工 全回到国内去 这叫金融脱钩 第三个共产党的家人海外资产全部被查封 被驱逐回去 包括戴永哥 据我所知 美国已经派出大量的人在伦敦盯着他 最后就一定的那个洗钱罪抓起来的小子 还有香港的这个赤大不要脸 最后都是在 你别看他香港那么多年 他在伦敦一定是被定洗钱罪的 一定是都盯着他